资讯工具、台语学习、生活分享 欢迎来到巧学堂 大家好,我是乔乔老师 欢迎来到巧学堂和我一起 深用资讯工具打造美好生活 在自媒体当道的时代 我们很多的知识都是从自媒体上学到的 想学什么几乎都可以在网路上找到资源进行学习 然而,语言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新的工具出现的时候 也大多都是用英文版本开始 如果你也曾经被外语影片困扰 想看国外YouTuber的内容 却被语言所阻碍 那么这个工具绝对是你的救星 让语言障碍不再是问题 今天我要介绍一款超实用的浏览器扩充套件 YouTube Dubbing 它是一款强大的AI翻译配音工具 与传统字幕套件不同 它不仅能翻译字幕 更能直接播放翻译后的配音 让你不需要一直盯着字幕阅读 大幅提升观看体验和效率 让我们能用我们熟悉的语言来学习 无论是学习新知识 了解国际趋势 还是纯粹娱乐 这款工具都能帮助你轻松跨越语言的障碍 让我们先来看看如何安装 首先打开你的浏览器 在搜寻栏输入YouTube Dubbing 找到这个扩充套件后 点击加到Chrome按钮 设定可用权限 点选新增扩充功能 安装完成后 展开扩充功能区 将YouTube Dubbing的图示 丁选起来会更方便使用 开启一个外文的YouTube影片来测试 第一次使用YouTube Dubbing套件 会被要求注册 注册其实很容易 目前也不需要进行Email的验证 所以我随意输入一个合法的Email 指定一个Password 注意 若你输入的是自己目前正在使用的Email 切记不要输入该Email的密码 而是要新增另一组密码比较好 才能确保密码不外泄哦 注册完成后 使用刚才注册的Email及密码 就可以登入了 登入后就可以点选 YouTube Dubbing的图示 进行简单的语系设定 It's starting to create with AI And it's fantastic There are even some Togged Language 目前以自动侦测为繁体中文 若你有其他惯用的语系 可以自行修改 性别可以选择男生或女生 口音也可以切换 AI模型可以选择 GPT或Cloud等不同的AI翻译模型 根据你的需求调整这些设置 点YouTube影片下方的 YouTube Dubbing按钮 进行播放 就可以将YouTube影片的音讯 转换成我们设定的语言 但随着所有新的人工智慧进展 我开始寻找更好 更便宜 更快速的人工智慧图像产生器 天啊 我遇到了Recraft3 代号为Red Panda 本影片教学如何使用最新版本的 RedCraft AI 在过程中 我会向您展示如何创建令人惊叹的图像 以及为什么Recraft目前被评为最好的AI图像生成器 她正在击败像Mid Journey和Stable Diffusion这样的对手 使用我的邀请码注册以赚取积分 是不是很方便呢 这就是YouTube Dubbing扩充套件的基本使用教学 有了它 我们再也不必被语言所限制 可以轻松享受全球的优质内容 根据乔乔老师的测试结果 目前整体而言翻译的品质还是不错的 但是专有名词比较多的时候 还是没有办法翻译得很流畅 但是对于一般生活化的主题已经非常够用了 推荐给大家使用看看哦 如果你觉得这个工具对你有所帮助 别忘了订阅、按赞、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 帮助我们把这段影片推送给其他有需要的朋友 我们下次见 拜拜